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文革以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前一个事件可以从后一个事件中看到结果 后一个事件可以从前一个事件中找到原因 众多事件一一演变 矛盾不断地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下午3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30万人集会 毛泽东在集会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纪华族与外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这之前 外族是和华族地域相邻 文化较低的民族 华族文化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进入中原的胜利者也被华族文化所同化 自19世纪以来 与华族发生关系的外族已经是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国家 其经济 科技和文化都比华族要高 欧洲人要向海外开拓市场和寻求原料 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 但中国还处于农耕时代 于是发生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 在两个文明的冲突中 中国屡屡失败 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 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 使中国人痛心疾首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曼罕腐败的满清政权 但以后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 民众所受的痛苦甚于清朝 不少人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路 在当时条件下 逻辑严密 思想激进的马克思主义 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 俄国人建立的共产党政权 成为了中国人的楷模 在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的时候 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 而苏俄呈现出了蒸蒸日上势头 一些西方著名的知识分子也赞美苏俄 走俄国人的道路 这是当时一批革命志士的结论 在苏俄的帮助下 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俄国人成功的时候 证实孙中山需要帮助的时候 早在1914年 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 把一党专政以及服从党魁的精神 大大加强 他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 觉得其根本纲领 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 俄国的革命方略 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 他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民国12年 即1923年 正月26日 孙中山和列宁的代表岳飞 发表了宣言 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下 实行合作 同年下 孙中山派蒋介石赴俄考察 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 1924年初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联俄融共的政策 同年下 蒋介石回国 孙中山让他组建黄埔军校 然而 到俄国考察的蒋介石 看到了俄国制度的一些问题 他认为 中国不能效仿苏联的制度 1927年 蒋介石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清剿共产党 屠杀共产党人 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一党专政 以及服从党魁的精神 发展为 一个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专政思想 日本清华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 共产党的军队从几万人 发展到几百万人以上 还建立了国中之国的革命根据地 承担抗日主战场任务的国民党 则精疲力竭 其政权因专制腐败 也丧失了民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 经过三年的国共内战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 于是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 但是苏联的专制制度 建立在中国2000年的皇权基地上 成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 文革前17年的制度的特征是 政治高度集中 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 垄断思想 垄断真理 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 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 严密控制一切的经济生活 特权社会 官民矛盾尖锐 下面我们分别叙述 先说政治高度集中 权力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 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这种制度对社会 对民众的前置 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 细致 更为深入广泛 这是一个由数百万官僚 组成的权力金字塔 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 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 来控制全国 官僚体系就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 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进行的 共产党虽然强调 对人民负责 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 然而 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 每一级官员的权力 它来源都是上一级的任命 而不是人民的选择 在通常情况下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官员对任命他的上一级官僚负责 很少对人民负责 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 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 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 在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 所有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 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有的党员必须遵从 一个领袖 那就是毛泽东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 他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毛泽东说 工农商学兵 东南西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 深入到了每一个工厂 车间 农业生产队 和所有的机关 学校 居民委员会 在每一个基层单位 和各级的政权机构中 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 实施绝对领导 而各级党组织 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 书记当家 委员们对书记如众心拱跃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权力高度的集中于党 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手中 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实际上 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 实际上高层人士的任免 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事先决定了 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 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 事先反复讨论过的 宪法规定 设立国防委员会 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的机构 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 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统率全国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 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 即通过协商讨论 少数服从多数 在通常情况下 不同看法靠保泽东一锤定音 对重大问题的争论 又不能达成共识时 就靠路线斗争来解决 所谓路线斗争 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相让 最后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 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 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 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 有时是你死我活的 因为路线斗争 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 中国共产党 其所以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 主要是靠军队 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 这支军队 共歼灭了蒋介石掌握的 国民党军807万人 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建立政权以后 又靠枪杆子保卫政权 军队不是国家的国防军 而是党的党卫军 党指挥枪是军队的最高原则 党指挥枪不是空洞的原则 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统率全军 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党中央主席兼任 军委主席对重大的问题 有最后的决定权 军队的主要干部 都由中央军委任命 毛泽东还吸收了 中国历代的兼军制经验 并且进行了完善 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兼军办法 这一套兼军办法 使得每一位军官的军事行为和思想状况 都在党组织的掌控之中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 所以说是党指挥枪 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 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 说到底 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 再通过党的官僚体系来控制全民 第二个特点 垄断思想 垄断真理 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 除了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以外 还紧紧地抓住笔杆子 对舆论进行高度的垄断 毛泽东时代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权威大报 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 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 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 指导思想完全一样 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领导下都有一张报纸 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 其他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 各家报纸的社长 总编辑 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官员 发什么稿 用什么样的版面语言 严格要服从党组织的意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 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 国外的真实情况 国内的负面新闻不让老百姓知道 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 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外 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的选题 指导思想 研究成果的发表 都是由党的官员决定 对官方意见的注释 论证 对官方错误的辩护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 没有学术研究 只有理论宣传 一些学术刊物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的图书馆 与中共中央一直不一致的书刊 都拿下了书架 有的封存 有的销毁 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 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神话领袖 粉饰太平 歌功颂德 是文艺工作者的头等任务 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 一切文化教育 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 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切和共产党不同的看法 都被格式化 实现了全民一致的 嬉笑怒骂 一场又一场地 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 使得所有的高知 大儒 学者 专家 都自觉地或者被迫地 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没有这样做 并且保全了性命的 只有梁树明和陈寅克等极少数人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 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 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 既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 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他既是国王 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 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 谁的权力最大 谁就是真理的化身 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 甚至没有人敢独立的思考 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知之 这个古老的统治术 在这个制度中发展到了十分的极致 十分的严密的程度 全国百姓的心灵 都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 都变成了政治渔民 第三个特征 国家垄断一切的经济资源 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计划经济当时被当作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 所谓计划经济实质就是统治经济 在农村 实行农业集体化 生产资料收归集体 农民生产的一切产品 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 居民的生活资料 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工商业都是由国家经营管理 各类物资全都由国家控制 苏联诗人玛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 一切都是公有的 除了牙刷 这句诗当时在中国广为传颂 不仅是因为符合中国的现状 也显示革命者的骄傲 自豪的气概 中国农民没有刷牙的条件 很多家庭连牙刷也没有 在统治经济情况下 全部的国家经济机构 是一架大机器 是一架十几亿人 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 在这架大机器里 控制中枢也就是中共中央 集中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 由行政权力支配 财富是公有的 每个人也是公有的 私人领域完全被剥夺 统治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经济基础 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 集权政治又是实施 统治经济的必要条件 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高度集中 国家所有制 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 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 随意支配国家财富 老百姓的生活资料 都得仰仗官僚们的分配 在这个制度下 不服从者不得失 这个政权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 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 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 人们被锁在户口所在地 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 终身生活半径 不超过50公里 在政府机关和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的人 住房和一切都是单位 按照级别配给的 离开了单位就失去了一切 当局为每一个干部和工人 设有自己看不到的 也不能看到的档案 记录每一个人的表现 秘密档案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政治专制起源于秦始皇 公有制计划经济 来源于马克思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 马克思加秦始皇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 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被彻底剥夺了 中国的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中国人的工作 生活 思想 行为 话语 都在国家权力 牢牢的控制之中 严密和严酷的统治 是靠官僚集团实施的 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 官僚权力的方格中 官僚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 主宰和被主宰 压迫和被压迫 剥削和被剥削 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 这种矛盾在政权强大的压力下 隐藏着 一旦释放出来 就成为了冲击官僚集团的 强大力量 第四个特征 特权社会 官民矛盾尖锐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 1950年4月出台的 中央及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 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 是最低一级工资的28.33倍 1955年8月 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最高和最低工资 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 1956年 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 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达36.4倍 那么 被共产党视为不平等 从而作为革命对象的 国民党政权工资差别有多大呢 1946年 国民党政府最高工资 是最低工资的14.5倍 远远低于共产党政权的工资差别 官员住房按照级别享有特权 中央和各省的高级干部 都住进了当地最高级的高墙大院 天津市一级的领导 占有遵义道的外国人留下的高级别墅 局级的干部 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楼 上海市1956年 将各级干部住房 划分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规定特甲级可享受 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经济住宅 特乙级可以享受 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 一级可享受 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 等等 制度还规定 几级以上的干部 可以分配厨师 几级以上的可以配勤务 几级以上的可以配警卫 几级以上的可以配秘书 几级以上的可以享受 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 对不同级别的干部 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 都有具体的规定 火车的软卧和飞机 只有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 才可以乘坐 医疗也是按照级别 享受不同的待遇 高级干部享受 种种医疗和保健特权 高级干部的食品 是特别供应的 简称特供 中央机关和各省级机关的领导人 都有一套特供系统 从原料的生产 采摘 检测 加工 制作 化验 包装 到调运 配送 验收等各个环节 都由专职的人员 专门的车间 专门的设备 专车 专库进行 B属圣地海滨浴场 都被开发为干部休养的场所 一到暑假 高级干部带着妻儿子女 来到疗养圣地 享受特权 北京和各省会 都有供高级干部所享乐的场所 在体制内 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 食堂吃饭 分大灶 中灶 小灶 用什么办公桌 甚至什么椅子 都要讲等级 这些等级将人的地位的差别 用物质享受的差别 明显地表现出来 低等级的人不满 1958年10月投入使用的 北京养风家道俱乐部 是中央高级干部 吃喝玩乐的场所 建筑豪华 敬意的后湖和北海相连 从各文工团 选来的漂亮女演员 为中央领导人做舞伴 从北京的十大饭店 抽调了招待员 高级厨师 理发师 高级修脚师 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 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即使在大饥荒年代 也是一应俱全 而且都是按照首长的要求定做 不到一年 阳风家道就容纳不下了 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 占用七公顷地 再扩建三座大楼 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 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淋巴工程 要二十年不落后 这样浩大的工程 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 就通过薄一波 吕正操 孙聚元等 打着中央的旗号 到各地搞建筑材料 设备 在建设的过程中 他们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 就拆了从盖 单单是电梯门 就反复地改了二十多次 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 花了近一千万元 到文革前尚未完工 楼内地下室 修有设程五十米的打巴厂 四周都有隔音设备 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 有部长级的房间 有中央领导人的房间 招待费是由国家财政 时报时销 各省是为毛泽东 许多地方还为政治局常委们 大造行工 除了省市首府以外 一些中等城市 也为此大兴土木 其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 古今中外少有 这些地方是招待高级干部的特殊场所 比如湖南的荣源 四川的金牛坝宾馆 湖北的东湖宾馆 江苏的紫金山宾馆 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 上海的西郊宾馆 天津银宾馆等等 这些豪华的宾馆都是在大饥荒那几年建的 极尽奢华 警卫森严 老百姓不能接近 在大饥荒年代 山西省委在封井名圣地 禁祠修建了奢华的禁祠宾馆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这里学习 毛主席著作 官员们白天读书 晚上到太原市看戏 京剧界的名角 马连良 求胜荣 张君秋 黎世纪等 纷纷从北京前来献议 而更高一级的干部就在禁祠宾馆五号楼 看古装戏 看完戏以后 高官们通宵打蛋 玩麻将 在宾馆南楼一天一元钱的伙食费 每顿都有鸡鸭鱼肉 禁祠宾馆每栋楼都自设厨房 为高级干部单独开伙 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住一号楼 每天五元钱的伙食费 吃的是山珍海味 那时候没有空调 就在会议室四角 放上冰块来降温 冰馆的游泳池 24小时开放 消毒 净化 加热 三大系统 日夜循环 当时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 青年干部李甫 参加了这次读书会 看不惯高官们的特权 文革一开始就贴大字报揭露 成为省委机关的造反派 大饥荒年代四川省饿死了上千万人 省委第一书记李景全却在重庆 潘家坝每天听堂会 听完以后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下乡考察 由当时兰州最高级的饭店 兰州饭店派专车为他送饭 信阳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 1960年7月 信阳地委扩大会议 地点选在著名的避暑圣地 激公山 在饿瓢遍地的夏天 官员们一边避暑 一边为自己开拓着责任 吃得有鸡鸭鱼肉 每天睡够了午觉 吃饱了西瓜再开会 当时没有上山的汽车 官员们是饥饿的农民 用滑杆抬上山去的 应当说 就官员腐败的程度 文革前不如改革开放以后 因为当时中国普遍贫困 官员腐败的物质基础不如后来 在官员中 有一些人还坚守 孔应年代的监护朴素作风 但是从整体上看 和官僚特权阶级相对立的 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底层百姓 还有被打成政治贱民的 低负反坏又及其家属 底层劳动者 政治贱民 与享受者 特权的官僚们的尖锐矛盾 是客观存在的 官僚阶层除了有权 还有市 市是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权利可以直接实施压迫 市不仅可以获得特殊利益 还可以对低层产生心理压力 权和市的双重作用 使得官员和广大民众 成为利益悬殊的两个阶级 官民矛盾产生的原因 不仅仅是官僚特权和各级官员 对民众的压迫 还有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 造成的阶层隔膜 由于官员和普通百姓 处在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视角 信息又不平等共享 相互之间就会有误解和猜疑 即使是善良的 想为民做事的人 一旦身处官位 就会站在官员的立场思考 其中不少看法 是与民众对立的 本来官僚集团中有相当多的好官 但是底层百姓 把身居高位的人 都变成了享受特权的官僚 千百年来 官员把自己比作州 把老百姓比作既可宰州 也可富州的水 对百姓时刻保持着警惕 处处防备着他们 限制他们 老百姓中一旦有反抗的行为 就会实施镇压 官员的这种心态和做法 进一步强化了官民之间的隔离和对立 最后谈谈 文革前17年的制度 潜伏着的深刻危机 在极权制度下 不仅有尖锐的官民矛盾 在官僚体系内部 很难和谐地解决 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的问题 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之间 这部分官僚和内部分官僚之间 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对民众镇压和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 是这个制度得以维持的手段 这个制度内部有强大的张力 这个张力使每一个人感到紧张和恐惧 这个制度忽视个体 把个体当作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 不把人当人看 所以每一项政策的推行 都要伴随着残酷的斗争 中国当时一种通行的说法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句话我们可以做另一种解释 如果没有镇压 一切都不灵 镇压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苏联式的制度 没有镇压就不能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镇压不断 土改运动屠杀的地主不计其数 镇压反革命运动 至少杀了71万 其中有大量的冤魂 中国和苏联不同的是 中国的镇压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群众专政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 就已经形成了 这就使得每次镇压都没有办法有法律依据 无法无天 因此更加残酷 而且严重扩大化 1957年的整风运动 类似文革的预言 整风实际上是号召群众火烧官僚 反右实际是镇压1956年的造反派 我相信毛泽东开始是想揭露一下官僚黑暗 没有想到这把火如此之猛烈 危及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就组织反击 结果五六十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 成了政治贱民 彼时中国更是万马其音 反右阻止了一切对共产党的批评 批评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 官僚们更是肆无忌惮 四清运动又是一次文革的预言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四清实际的斗争对象 变成了整农村的基层干部 并没有触动上层官僚特权节级 每一次整治官僚集团的政治运动 最后都被官僚们作为打击一己的机会 最终结果不仅强化了官僚特权 也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和官僚内部的矛盾 由于最高领导者一言九鼎 独断专行 这个制度是最容易犯决策错误的制度 因为不允许批评 出现了决策错误的时候又很难纠正 一个又一个的错误 不仅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也加剧了领导集团的意见分歧和内部的矛盾 最高权力的继承 历来是专制制度的难题 皇权专制时 用无可争辩的自然条件 也就是长子继承来解决危机 但是争夺皇权的杀戮仍然不断 共产党一党专政 也有继承人危机 毛泽东晚年 他对自己的接班人 刘少奇不满 继承人危机日益突出 1966年的6月10号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 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 总有一天要被马克思请去 接班人究竟是谁 是伯恩施坦 考茨基 还是赫鲁晓夫 不得而知 要准备还来得及 总之要一分为二 不要看现在都喊万岁的 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否定了 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作者在这一章主要写的是 从1949到1966的这17年里 中国的社会的一些特点 我觉得他写的负面的东西 问题肯定是有的 但是难道一点都没有好吗 50年代初还是有很多人 怀念那个时代的 嗯 嗯